第三呢 慈无碍 慈时 你看 于各地住方之 言慈通达自在 名慈无碍 佛菩萨有 世间深陷还不行 这就讲 语言文字的障碍没有了 无论哪个国家的文字 你不需要学 你自己在通了 无论哪一种的语言 你不学也都明白了 像佛经上说什么 佛以一应而说法 众生随类过得及 这次我 那众生知不知道 一切众生的这个意念呢 谁知道 我们现在 比从前的人 体会得更清晰 就江本博士用水实验 水 会看 会听 会看各种文字 写十几种不同的文字 但都写一个爱字 各种不同的 谁通通接到的信息 现出这个色相的时候 都是那么美 给他写个文字 他跟视线的那个图案 都是非常丑陋 我听说 江本博士这几天在广州 他做了十几年了 水 他知道 动得人的意思 人其心动念 他都知道 这佛菩萨 怎么会不知道 世间神仙也知道 不像佛菩萨 那么清楚 为什么 世间神仙 清醒寡欲 欲望少 还有 不是没有 烦恼轻 不是没有烦恼 这出世间神仙 法身菩萨 烦恼断了 没有了 欲望 没有了 阿罗汉 欲望就没有了 菩萨 他受到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肯定这个道理 所以地球灾难 怕不怕 不怕 我们晓得地球灾难 怎么来的 就是居住地球人 心灾难 心灾难 发出的东西都是不善 所以他们接受的时候 他也生烦恼 他的烦恼也不好 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好不好 是我们自信 意念 燃尽 善悟 所变化出来 所以你也可求这样的交给我 怎么应对 2012 气悟 扬善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断悟 修善 善悟的标准 是十三页 是弟子规 是肝炎面 你拿到这个标准 你每一天去翻写 不善的 我们通通放下 通通原理 善的 我们好好去做 把它发扬广大 在气窝 扬善 自己做 还不够啊 要发扬广大了 要帮助别人 要影响社会 让社会上的善人越来越多 我们这个地球越来越美好 这是个正理 真的不是假的 现在可求做出证明 我相信科学吗 科学家 所得到的结论 研究的报告 跟佛法讲的是一样 我们应该相信 该写归正 写是什么 自私自利 这是写我的根 写我的本 什么是真 什么是善 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刚才讲 孝敬 是善之根 不善的 要放弃 善的 要认真去学习 孝敬 父母 从这开始 孝敬 家亲 眷属 优优 优优